早晨,欢迎大家回来,我是Learn with Tom Lee的教室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软猪包 核桃红莓软包 Warners Canberri Bread 首先我们会看看我们用什么材料 材料包括有高筋粉 400克 全脂牛奶 140ml 清水 100g 即是用酵母 Fast Yeast 8g 大概是8个小茶匙 然后有砂糖或黄糖 砂糖会白一点 我会用黄糖 黄糖做出来的芯会黄一点 看起来没那么好看 但好吃很多 也会健康一点 我就用黄糖15g 海盐6g 鸡蛋一只 鸡蛋最主要不是拌在面粉里 最主要是在表面那一层 塗在包面上 当它焗出来 包面比较黄 待会我们会看到 焗出来的包的情况是如何 接下来就是 橄榄油 就是14ml 即是14ml 你可以不用橄榄油 用花生油 或者粟米油都可以 至于材料方面 一张牛油脂 用来放在底盘那里 然后面包就放在上面 焗的 让它没有黏底 接下来就是一支 面粉棍 巴罗拉 接下来有两个瓣 一个大一点的瓣 一个小一点的瓣 一个小一点的瓣 大一个瓣 除了搓面粉之外 待会在搓完面粉 我们有几个阶段 都会等的 我们就会放在大瓣那里等 这个小瓣 我们用来煮一个汤种 汤种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看 如何做 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 就是一个 合图红莓丸猪包的制法 我们准备了这些材料 材料包括有 高筋粉 这个你可以在 一些专卖面包粉的地方 买到的 高筋粉 就要400克的高筋粉 亦有牛奶 清水 虾木菌 少许的盐 糖 鸡蛋 接下来准备的就是 两个瓣 一个大的瓣 和一个小的瓣 接下来有一个瓣 来秤一些材料 有核桃和红莓 我就做碎了 材料方面 我们高筋粉 就要400克的 牛奶 就是140克 然后清水 就是100克 就是100克就可以了 还有酵母菌 大概8克 然后砂糖 15克 我就用了黄糖 黄糖希望健康些 盐方面 少少就可以了 大概6克 7克 就随便来 因为如果放太多 就会咸 我们会有些牛油脂 牛油脂 可以铺在底盘上 有一只鸡蛋 鸡蛋 我们就不放在面粉里面 鸡蛋 我们只是 涂上包的包面 烤的时候 是黄的 亦都是 有一粒棍 这粒棍 最主要是 滷的面粉 还有 橄榄油 这就是所有材料 和工具 当然 烤炉方面 有个烤炉 的样子是怎样的呢 我大概给大家看看 烤炉方面 这个 我是上下火线的烤炉 最高250度C 一会儿 烤包的时候 只需要200度C 就可以了 我也教回去 上下火线这个位置 时间方面 大概8至12分钟 应该烤好的 当然 我们要预热 里面就有个底盘 我就铺了些牛油纸 之后我们可以烤 烤包的时候 就在牛油纸上 烤完之后 就不会黏 底 黏得那么紧要 接下来就是 制作的汤种 CREATE THE YUDIN 我们用100ml的水 和1汤匙的面粉 就会制成一个汤种 We are using 100ml of water and one soup spoon of strong flour to create the union 我们现在就看下 如何制作汤种 首先 我们做一个 我们叫做 汤种 汤种 怎么做呢 这里有100克的水 即100g的水 汤种 我们只需要 拿大约1汤匙 面粉 倒入这个盒子 一汤匙半 面粉 这些面粉 就不用用了 跟着呢 我们就 倒入这个 汤种 那里 跟着呢 我们就把它 拌均匀 然后 我们就要拿去 先拌均匀 先 等粉 开了先 跟着 我去做 它 一路热一路 一路拌 拌均匀 开始起 像浆糊 那样就可以了 但现在 还没 走均匀 这个汤种 作用最主要 令到 面包 比较 软熟 很多情况之后 很多人都不做 这个汤种 因为 原来麻烦 不做 汤种的时候 面包 比较硬 没那么软熟 你看到 我现在 再热 一路拌均匀 我们就没有用明火 因为明火 很快 粉底 可能会焦 就是 再热 一路拌均匀 一路拌均匀 你见到 那个汤底 就慢慢热 就像浆糊 你见到 现在好像浆糊 那样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力气 把它热 把它热 你见到 这个汤种 我拿出来热 因为我们一定要热 到室温 现在 你见到 这个温度 仍然是 40度 应该热 到室温 20度 我们才开始 拌粉 你见到 现在的 汤种 就去到 差不多 30度 就已经 凍得七七八八了 那我们现在 就可以 开始 拌匀粉 那我们 开始拌匀粉 刚才那些 400克的面粉 拿了 一汤匙酒 现在我们 把酵母菌 倒下去 那当然 没有浪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另外呢 就是那些 糖 也都全部 倒下去 那这个 就是 一份 我们就 全部 拌匀 混合 混合 一起 让酵母菌 有水分 有糖 和粉 就可以吃 酵母菌 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当它吃了 糖和粉 它就会 产生发酵 发酵 就会出现 一些气泡 那些气泡 会令到面包 会很松 另外呢 就是 这些 就是那些 牛奶 牛奶 刚刚在冰箱里 拿出来 因为牛奶 不能放太久 我们将盐 放牛奶 等盐开始 慢慢去 融入 在牛奶 先 那我们先将那些 盐 和奶水 拌入 粉 中 最后呢 我们加上 湯粽 拉 转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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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洗干净 手 洗干净 指甲 洗干净 现在就不需要 放盒槽 和 红莓 纸 开始放手 搅拌 搅拌一下 它就成为 一块粉团 水分应该差不多 但如果你觉得是干的话 可以加多一点水 是 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加少少 的 橄榄油 少少 橄榄油 少少就可以了 大概 十几ml的橄榄油 一块粉 你开始看到 它成为一块 搅拌大概 五至七分钟 它就开始 成为一块粉 一块粉 因为下了油 的话 就没那么黏手 它就要 不放五至八至八one 可以 确实 有点 那就 安 呀 放入小鱼 粉纸差不多 再加少許油在底部 再加少許油在底部 讓它沒有黏黏 好 我們就放在這裏 放大約十多分鐘 才第二次搓 蓋上它 等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再拿出來再搓第二次 等了十分鐘 你見到麵粉就漲大了少許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桌面 這個桌面我已經抹乾淨了 我就把粉放進去 我們可以在桌面擦 第二次擦這個 第二次擦這個麵粉 大概呢 我們就擦 需要擦大約 五至七分鐘的時間 擦的時候 大家可以用掌心 推過去 擦麵粉 擦均勻一點 因為我加黃糖 所以你看到 是否擦均勻 就很容易看得到 因為黃色的地方 就是黃糖的擦均勻 當大家擦的時候 麵粉很容易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做麵包的廚房 周圍都是麵粉 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候 風一吹 麵粉 周圍都是這樣 擦一下 你會看到整塊麵粉 我的銀性 一個筋性 就會出力 均勻了很多 你會看到 黃糖和黃麵粉 就很均勻 你會看到 酵母菌在裏面 就可以開始 吃黃糖 發酵 但你們聞不到 我就可以聞到 一些酸味 酵母菌很酸 用手 掌肉的部分 就可以壓下去 好,差不多了 把麵粉 拆好 我們拿回 少少的麵粉 放回這個盒子 不要讓它黏 你看 麵粉 就放進去 接著就蓋上蓋 不要讓水分去蒸發 現在就等多久呢 兩至三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 左右 麵粉應該 漲大了 我們就開始去 搓一塊塊的麵糰 然後做麵包 現在等了差不多九個字 我們看到 麵糰發了大概兩倍 我們繼續等 現在兩個小時 應該可以了 好,我們等了兩個小時 差不多了 兩個小時 我們已經可以了 麵粉 可以了嗎? 用手指捉一捉它 如果你看到它都不淡 上來 那就OK了 我們現在就 拆麵糰了 我們現在很鬆軟 我們把麵糰拉回來 很厲害 很大股發酵的麵糰 基本上你可以拉回 把麵糰拉回來 可以捲起來 可以捲起來 有些人就會 磅 會在麵糰面前多少 我大概可以了 只有一個麵包這麼大 一塊麵糰 不用這麼整個 當然 如果你是買麵包 當然是 買麵包 當然要計算其數 是自己吃的 不用計算其數 好 這些麵糰放開 先 再拆 OK 我們其中一塊 怎麼拆呢 又將它 做成一個 圓錐體 就是上面尖 下面闊的 圓錐體 圓錐體的 體積是多少呢 在數學堂 我有教過大家 怎麼計算 有空看 AMAS 就知道怎麼計算 基本上不用計算 圓錐體的 一塊麵包 接著 我們就開始 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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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搖滾 然後搖滾 然後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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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圓錐體 變成一個 三角形 三角形的面積也是 為什麼呢 常底 底乘高隨意 就是三角形的面積 但我們不是上數學 所以不需要看清楚 好 然後呢 差不多了 我們用麵粉 抖滾 你摸它嗎 兩邊呢 壓緊 成一個 包 成一個 牛的角包 那樣 這個盤 這個包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截邊的位置 可以儘量放在下面 因為 焗起 脖子 就不會掉 另外一個也是 然後呢 拆成一個 圓錐體 下面 肥 上面 尖 滾出來 才會是三角形 然後老實 裡面 沒有 最後 也是 就是 很大 成績 這個 那是 这两个是比较特别的 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的地方,我们就加这个瓦铦 几粒瓦铦,不要太担心 还有这个红莓子 Berry,或者叫Cherry 在里面 好,一样 我们把它拌在里面 捲在里面,好像蚂蚂鸡 特别肥 在这个位置 我认得是它 最后一个 这个我也会把这枝瓦铦和Cherry放在里面 差了什么? 就是这枝瓦铦 这枝瓦铦 和Cherry 这个比较肥肥的 如果不贴,可以用一点点蛋浆 然后,它会把这枝瓦铦的 黏在里面 然后,我会把这枝瓦铦的 我为了告诉大家这个有Wallnart Cherry 就是有餡 其他五個就沒有餡 這個我們會放在室溫 放在焗爐裡面 焗爐沒有開 放在室溫 就要等多四十分鐘 我們才開始焗 預熱的焗爐 你見到我調到220度 攝攝表 上下火線 接著呢 就開機預熱 你見到預熱 你見到我調了兩分鐘 預熱去 麵包 剛才放進去的麵包 就調了四十五分鐘 都漲了少少 現在我們在表面上 就塗一些蛋漿 塗了蛋漿之後 就可以入焗爐 焗8至1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見到焗爐 開始就好熱的了 你就預熱了差不多兩分鐘的時間 讓裡面好熱 接下來呢 我就請了另一位師傅 就塗蛋漿上去 那些麵包裏 我們等等那位師傅先 師傅呢 就把這些蛋漿塗上那個面 待會兒焗起來 就會 香些 還有 有色澤 黃些 大概半隻蛋都夠了 七個麵包 就不是太多 好 就炒均勻了 就 拿一個焗爐 到裡面了 然後開了 在這裡 然後三個 我們扭大概是 八至十分鐘的時間 那麵包就可以了 焗了大概八分半鐘 那麵包 你見到麵包開始 很金黃了 那麵包呢 有一點點 不是太均勻 即是裡面那些 就黃一點 外面那些就沒有那麼黃 那麵包 我們現在呢 就 找一個碟 夾起來了 我們準備了兩個的麵包 還有一些芝士 還有果醬 我們可以開餐 現在沖著開餐 那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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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